帶來人跟人之間有一部分的隔合 所以我們相信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試著回到現實生活當中 人跟人面對面的好好接觸、溝通 那在人跟人面對面的過程裡面 其實這樣見面三分情 那你稍微會更了解說 這個人當下發言 或者是討論時候的那一個情境、脈絡 他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帶著什麼樣的情緒 去再講這一段話 因為有時候看那個文字一段話 如果不是在那個當下的這個情境裡面 我們完全有時候沒有辦法去理解 說講這句話其實有時候會有帶來不同的意義 那所以哲午就希望說 也許我們每一個禮拜 針對一項事情來討論 那這些事情它背後一定都具有一些公共性 可以值得大家拉出來 好好的把這個當中的東西需要去了解清楚 所以大概哲午就是這樣就誕生 然後要朝這個方向來做運作 那在這個運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像我們今天要談這個司法改革 大家很關心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在現在目前的台灣社會 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包含這個司改國事會議 那可是其實一般人民對於司改 或者是說對於司改國事會議 這樣的一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到底了解是什麼 或者是說我們 我們是如何去理解 我覺得說可能剛好因為其實 在哲午這樣的現場 裡面大部分參與哲午的人 是不會去參加這種司改國事會議的人 可是即使我們沒有去參加司改國事會議 我們一定還是會對司法改革 有自己的一些切身的想法 不管我們有沒有接觸過司法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高興 剛好今天就有機會 可以好好把這個事情把它講清楚這樣 那哲午另外一個重要的一個傳統 因為我們講說要把事情談清楚嘛 所以每個人都要講話 不能只有前面的人講話這樣 不能只有我啊主持啊 然後今天我們邀請來的蔡法官在講話 就是很重要是每一個人都要講話 那每個人可以很簡單的先自我介紹 我們在一開始都希望大家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不管在場你是學法律還是沒有學法律 不好意思都沒關係 因為在哲午我們比較不喜歡大家引經據點 然後不喜歡有太多這種階級上的門檻 覺得說誰是比較專業的 或誰就一定是不專業的 那所有的言論都應該要被拉出來 我們至少去除掉那個引經據點的部分 每個人至少都可以講得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所以每個人自我介紹 那我是不是待會就先麥克風傳下去 大家稍微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啊 來自哪裡或你在做什麼事情 那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你對於這個事情 你對於我們今天主題的一些你的 粗淺的一些看法 很粗淺就好 因為每個人大概你要超過30秒 因為你要把四八改用30秒講法 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可以稍微先談一下你的粗淺的看法 也許也直接提出自己的問題也好 不一定要 如果沒有一些看法 至少也可以提一些你的問題也不錯 這樣子好不好 那沒有所謂正確答案 在這邊所有的東西都需要被好好討論 所以也不一定說 擔心說自己講得出來是所謂的正確答案 沒有 那我們是從 後面嗎 要從後面開始嗎 好 好 來 嗨 大家好 我叫梁綠璇 我是 住在附近的區域 我是覺得質感很重要 但是 裡面很多太專精的部分 我想要盡量多了解 你有學法律嗎 你是學法律嗎 我選擇做三關指定 那 OK 大家好 我叫梁綠璇 我在台中體院上班 然後就是來 跟大家一起 數據指定這樣子 好 大家好 我叫梁綠璇 我是專業教育法律學研究所的助理教育 然後 我是來 請請 法官請我吃飯 我吃飯要快看可能才會比較多法官請我吃飯 好 大家好 我們叫梁綠璇 我以為自我介紹已經結束了 對 來不及 每天上班 那個 算了 我跟家庭一下 哈哈 大家好 我叫蔡英哲 然後 我今天會來參加是因為 就是新聞上每天都在播司法改革 可是 其實我還是不太懂他到底該什麼 所以就很有興趣 然後今天來參加 好 大家好 我叫游彥慎 然後 我在 這邊 台中工作 這樣子 那我是學徒目的 然後 可能 常常會碰到法律 雖然沒有學法律 可是又可能會碰到法律 雖然蠻害怕的 所以過來 來這邊 想上一下課 這樣子 那有進去過法律嗎 有 有 因為有一些訴訟還很好 不是我的案子 是那個 工程的案子 要吃回去 對 大家好 我叫王傑 那個 最近視感都是會一個 就是 進行 讓我就是 覺得多了很多 樂趣 但是也很常 有很多很煩躁 因為我也蠻常 就是看那個 就是 他的直播 YouTube的 就是那個影片 但是我總是一個人在想 然後 生活中可以討論這個 相關議題的人 所以今天來這邊看到 就是說 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覺得很開心的 大家好 我是陳心如 我是亞洲大學的學生 就是 最近看到 這個議題很重要 所以 就想來 聽聽看 因為不是很了解 有進去過法律嗎 沒有 沒有 謝謝 我叫林正銘 我很喜歡進法院旁邊 就是 目前有聽過 郭正傑法官 還有私委層法官 有你們法官 他們的聽 今天很 很榮幸 能夠可以聽蔡法官的講 你知道我來 你敢安裝 是嗎 大家好 我叫王晨潘 那目前是 在台中的職業律師 然後 就是 畢竟 身為律師 當然 私改 這個議題 對自己非常密切想法 那所以 也想來聽聽看 這邊大家 不管是 就是有學法 就是沒有 大家的想法 互相交流一下 那 對於私改 會議 我是覺得 在螢光 目前看到 是覺得說 目前好像 討論的點很多 可是都沒有 這麼的深刻 所以也想 來這邊 聽聽看 看你們蔡法官的一些想法 那 就是大家互相討論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姜佳 我們現在做評 這邊 大家要討論一下 然後 兩邊做聽多學 你告訴姜佳 大家好 我是陳冠文 然後 沐萱是 在從事 跟 自改國衆議 相關的工作 所以也是聽大家的想法 然後 也是做聽多學 好 大家好 我叫徐瑋萍 那 我有律師執照 然後現在也是 冠為同事 那 就是 因為 畢竟從事 事改國衆議 相關的工作 所以有時候總是 會有一點自己 身在此山中 物理砍花的感覺 那 來這邊參加看看這種 活動 希望能夠多聽到一些 不同的意見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楊廷安 我是 設計系的學生 然後 我是因為 朋友轉了這個消息 然後我發現 我完全不知道 國師會議是在幹嘛 所以我想要來聽聽看 謝謝 好 不錯 大家好 我是 楊廷安 我是 設計系的學生 然後 然後 其實常常有聽到 私改 其實都不知道 就是不太清楚 他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就來這裡 多聽多學 多看 你說常聽到私改 還是聽到這個 什麼私改 就是私改 公司會議 這一類的 對啊 但是還是不知道他在哪 是不清楚 OK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我是一個 機械工程師 所以其實對法律完全是一個 門外談 那 直到這場 我們講座也是在 Facebook上 我小朋友看到 那 我想私改 絕對不可能的一處 沒有所謂的 損成 那我想給你們參加這個 這個場座會是一個 不錯的機會 一個出錢的動作 好 第一次來折舞嗎 呃 不是 各位好 我是林農林 那我是 高三生 學生沒上 真的真的挺好的人 那我是 那個 高二的時候 那我自己 我的班級 我小時候要求我們做一些專理研究 是 那在 那我的專理研究是剛剛是法制方面的 他那個 在找資料的過程中 那我找了很多比較 比較黑暗的 比較黑暗的 例子啊 相信 如果說法律承認 或者說有 發洛相關新聞 那時候造一些比較 不那麼OK的一些案件這樣 那他說 我也在那邊可以 供人家更多知識 他可以 對法律有更多知識沒有了解 大家好 我是王子榮 我是從事法律相關的 那我覺得 斯改一直是內熱外的 然後 這個 法力圈裡面 非常的 很熱烈的討論 但外面好像是很冷感 所以想知道說 這個落差是在怎麼樣 或是 大概覺得司法對你們 忍真意的意義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才來這場聚會 謝謝 大家好 小波 斯改我一直都還蠻關注的 不管是媒體 還是這種新聞節目 多少有一點接觸 只是說 我覺得這次司改革是 因為他談了非常多人 幾乎是近百個議題 那其實 剛好有這樣的機會 讓專家幫我們整理一下 他主要在談些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了解 機會 是 那他就好像在門頭梯 那他身為被改革的對象 所以我們想要聽聽 大家的理解 請 大家好 我叫黃一草 因為 平常只會考試 所以 所以想要來看看 考試以外的世界 就是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想聽看 那個 法官對一次改會 也有什麼想法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石偉辰 然後我在台中工作 然後是公務員 然後那個 想說 你這樣講人家 就只覺得 想看一樣 那個 就是 我覺得 重點其實不是改什麼 重點其實是 大家有沒有 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共識 然後有一些交流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楊雅琪 我是雪靈月的 然後 因為我對法律是完全不懂 所以特別來這邊看看 大家在說什麼 謝謝 大家好 問問惠偉 然後我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司法改革是什麼 所以我在這裡 那你覺得司法要改革嗎 應該是要吧 要不然大家為什麼要改 要不然大家為什麼要改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宇晨 然後這我是公 然後 我有在司法改革博士會議的網站上面看到 就是 上面是說 就是這一次有很多非法律人的參與 那我想要知道說 之前應該也會有司法改革 那跟這一次他們強調非法律人參與的 這個司法改革 會不會有什麼要不一樣 這樣子 謝謝 好 還有嗎 沒有 好 我們現在差不多大概 大家都稍微介紹過一輪 自我介紹過一輪 那可能有人稍微也提到一些對於 司法改革的想法 或為什麼 或者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司法改革 或者說你對於 司改有這麼多的議題 那到底 要從何改情 那其實今天剛好 開玩笑 開玩笑 那 所以 待會兒 我想說我們會先由 塞法官 他會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報 那這個 再跟大家做報告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也歡迎大家隨時提出問題來 不要客氣 這是 剛講過 沒有標準答案 因為我們只是刺激大家來思考 看到底你想像中的那個司法改革 希望怎麼做 或你想像中的這個司法改革 法制度 是什麼樣 你的期待是什麼 那當中又產生什麼落差 都沒關係 都隨時 塞法官可以允許大家隨時提出來 對 所以他待會兒也許 也有一點問題 想要問問各位 所以你們就不用客氣 好不好 那我們是把時間就先交給 塞法官